这里是QO的电脑 我的微信号是QO的UK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这个打印机 如果你打印的不清晰的话 怎么样清洗这个热明头 热明头的位置是这个地方 你有看到有这个黑色的这一条带的地方 这黑色的带 有时候它很脏了 所以它要清洗一下 首先你准备一个纸巾 然后准备一个低货 这个大概汽车配件店就能买到 有时候超市都有 这低货 你有低货也可以 酒精也可以 然后对着这个热明头 对着这个热明头 你给它喷上一点那个低货的那个东西 然后纸巾就上 用纸巾就不停的擦 擦完了你会看到这里很脏 然后用纸夹在上面抠一下 觉得很顺了 就说明已经洗干净了 如果上面很粗糙 然后你还要用这个继续擦 只能用低货和纸巾 因为低货很快 它对电子元件是没有虎实性的 这种低货 低货的牌子 它上面写着对电子元件 电子元件是Friendly的 就是不会伤害电子元件 然后都擦干净了之后 手在上面摸过去 觉得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没有很粗糙的 说明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 你再检查一下 用手划过去 如果已经很滑了 很顺滑了 说明它就是好了 如果它不顺滑了 它就是那个 如果还是粗糙的 说明它的有可能就那名头烧了 如果打出来 现在很清晰的 说明我们清洁是有用的 就清洁成功了 谢谢你